哈喽 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来期打仪 先看视频 好 这位球员呢 在练习这个后场球的一个多球练习 高调杀的练习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可以看一下 它机有点还是偏厚 移动不充分 移动不快 所以机有点又是偏厚打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机球肯定不舒服 不舒展 第一个是步伐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架拍 看架拍的时候 它愿意翻碗 你看它 我们之前有讲过 球拍拍头拍面 应该是冲前一点的 稍微有一点斜是可以的 但是它明显感觉 外展太多了 要不就是握拍不正确 要不就是手腕外展太多 这个就是导致你挥拍的时候慢 等于多了一个动作 多了一个悬弯的动作 所以说检查一下 自己的握拍的时候正确 那第三点 我感觉它好像机球的时候 有点切拍面 所以切拍面之后 所以球打的这种速率 速度不够集中 正拍面 正拍面 所以说小臂旋转要充分 如果小臂旋转不充分 一切拍面 这球呲的呲的声音 就没有球速 所以你可以对照这三点 来进行自我的一个检查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 可以看到这位运动员呢 在练习后场的这个跳沙练习 能看出来他的身体素质是不错的 力量很足 但有哪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太想发力了 全身使劲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 击球点 你起跳之后 感觉球已经快落到你头上了 才击球 不舒展 我们说了杀球高点 前点 所以力量憋在这了 所以杀不出力量 然后还有几个球 明显感觉你的步伐没到位 人是向后跳 向后讲后仰去杀球 那肯定是杀的不舒服 所以说还是步伐到位 抢到高点 最后空中动作舒展 你才能杀出很漂亮的球